rarely did the pandemic 那個 交了很多錢 福洋老師 大家要上一些比較拿手的小餐 好 拿手的小餐給大家 所以但是有同意沒有課本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抄一下筆記 因為不能怪你們 你們也都要滿課本 對不對 而且你們也交了錢 而且你們已經有了很多的課本 對不對 又不是说比课本多可以考上的 一面复习 历史每个课本都是一样的 这三个人都来台湾 他们的钱怎么来 神保神怎么发财 帅哥你没有带白纸来吗 没有 这边有在卖一张二十块钱 你看这图有多好 来一张借一下 一张二十块 老师抽十八块 这是旅游界的规矩 还有谁啊 没关系 搞理这一般就这么客气 这个同学是很好 后面那些更可怕 你要说你不要带钱 他们拿一大堆钱 说你要不要拿没关系 我总说教室 我不说你我说他 神保真怎么来钱 那我来丁日昌怎么赚钱 就是他们来台湾了 清朝北给他钱 他想办法来搞财源 来丁日昌怎么来 鸡鸡座屋 甘蔗的咖啡 他开发什么 座屋 这座屋是什么 鸡鸡座屋 最重要是什么 最会烤的咖啡 咖啡在哪里 顾坑 牛逼穿怎么凑钱 来 过年 现在还在过年 穿着鸡 穿好衣服 还在怀念过年 趴了 不是你 怀念过年 什么东西 填什么 填腹 填腹 这一题要会 好 下面这一题还是你什么答案 乌龙座 乌龙座 哪边最出名的 这个考虑考过 乌龙座 鹿骨 鹿骨 动点乌龙座 这个答案我觉得很不好 大家考包种座 才是文山 文山 对不对 所以高山座 他考试考过 包种座 凤梨座 凤梨座 那当然是 维格 观念 维格 维格是 自冲投冲的多 高山座 我跟王再生要同习一个茶变 叫做再生茶 就是王再生喝过的茶 再来泡 真是 真是他想到的点子 包种座 高山座 那是什么茶 我刚刚讲那是什么茶 乌龙座 我刚刚已经讲过答案 但是答案我个人觉得 比较不较公平 所以包种座是哪边 文山 高山座 是阿里山 乌龙座 是鹿骨 鹿骨 鹿骨在哪里 南头 鹿骨 鹿骨 冬顶骨骨叉 好 底下就一定有表达答案 东方美人在哪里 是 苗栗 苗栗 这个就是个表达答案 东方美人 这个这一题就有个表达答案 东方美人 什么叫东方美人 外国国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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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表里 这个要注意 这个就 这个是不定 这是一定大的 好 东方美人 这考试考过的 这是老师的家常小餐 好 来 来 来到台湾要坐高铁 高铁在哪里同车 1999